听说要是 医生 医生 我弟他怎么样了 我怎么刚才叫他的时候 他一点反应都没有 病情正在恶化 如果找不到血浆的话 今天马上去做医生手术 恐怕 恐怕会碍过我明天了 你不要放弃 我作为医生 我必须告诉你最坏的结果 你是他唯一的亲叔 不过 我没有放弃 会有希望的 医生 你说还有希望吗 你不是说省城的血库里 没有相匹配的血型吗 是啊 血库里已经没有血了 可是省里的电视台和电台 已经发布了寻找献血人的消息 也许还会有奇迹的 医生 谢谢你 谢谢 不客气 这是我们的职责 医生 我想问一下 那两个人 也是你们医院的医生吗 对 他们是医生 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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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沙里文还没来 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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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沙总 阮令号来了 我也看见你 她系续学真的不错 跟着你女儿到医院来 别紧张 哎 我像不像 非常像 你也很像啊 好 不是小姐 有件事麻烦你 你是 我是送血浆的 是这样的 我走了一圈 也找不到病人 麻烦你帮帮忙 把这血浆 叫给医生好吗 可是我 这个病人叫李晓 他今天晚上要动大手术 需要输血 很紧急的 但是我也不知道他人在哪儿啊 病人是叫李晓吧 对对对 就是李晓 你就帮他送过去吧 就在重症病房 他们在急等地用这血浆 晚了可就来不及了啊 姑娘 真的麻烦你了 我早就下班了 哎呀我家里有事 谢谢啊 拜托拜托 哎 你这人怎么这么不负责任 这东西什么人呢 黎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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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个叫理想病人的 是不是在这里 是啊 怎么了 有人送雪来了 哎呀 太好了 奇迹终于出现了 他雪谁送来了 他人呢 有人把雪浆交在我手里 然后就走了 他在哪儿交给你的 在楼下 快快带我们去 好 现雪者啊 在雪点上写到 这两袋雪啊 都是RH阴性AB型雪 是给理想数雪用的 哎呀这回理想可得救了 今天晚上就可以做手术啊 真是太好了 医生 真的你说得真对 居然会有奇迹发生 这两袋雪 是谁送的 你一点都不知道吗 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医生 会不会有人看了电视 搞恶作剧啊 不会的 我会咽血的 谢谢医生 好 文特勃 四伯 三里门进来了 各单位注意 各单位注意 封锁所有出口 封锁所有出口 快 你 有没有 封锁所有出口 封锁所有出口 都没有 你不在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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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家 爸 医生 是我 爸 终于肯叫我爸了 爸 你怎么来了 警察在医院里睡了埋伏 你赶紧走吧 我早就上来了 比那个宋雪的护士上来的还早 你放心 我看到那两个监视 你们的警察下去了我才上来 他们一会儿就回来了 你赶紧走吧 这张卡里有三十万 早就存给你了 密码是你的生日 爸 你快走吧 我去看看李小 爸 你快走吧 我求你了行不行 谢谢啊 他们这是在这儿把雪给我的 是他吗 是 那个人长什么样 他戴着口罩我也看不清楚 往哪儿走吗 往楼梯那边走了 你们俩都下来了 上面是不是没有我们人了 我们师兄 我们师兄 爸 你快点 他们一会儿来抓你了 你快点走吧 别怕了 记住 你一定要一口咬电 什么也不知道 从来没见过我 其他的事情 我会打理 照顾好你自己 照顾好你弟弟 我会打理你 你 李嘉 你好 你好 坐 见过沙里温吗 什么沙里温啊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易嘉 我干这行十几年了 见过很多向你上来 每次我都会跟他们说 如果你包庇对方就是犯了罚 就是走上犯罪道理 会毁了自己的前程 你是派出所的 说话要缴证据 我没有犯罪 林嘉你不说实话 我现在就拘留你 你手里有权利 可以随时拘留我 但是我希望你不要制造冤假错案 如果你真的要带我走 我想请你和岳峰 替我照顾一下李翔 还有 我的手机坏了 麻烦你 转告一下岳峰 李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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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嘉要做手术了 送来两袋血 我化验了 确定是 RH阴性 AB型血 李嘉 你是他唯一的亲人 你要在手术同意书上签字的 大夫 我能把这两袋血 带回去做个DNA检测吗 当然可以了 不过 这涉及到个人隐私 必须由公安机关 出具相关的坟鉴 和法律手续 来证明这个献血的人 是犯罪嫌疑人 才可以做DNA身份鉴定 因为 现在有许多人献血 都是匿名献血 不愿意公开自己的身份 我们医院 有义务保护他们的隐私 快 软头 李嘉 跟我签字去吧 好 站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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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离开方向盘 门打开 边防局的 把口罩拿下来 对不起 我们是边防局的在执行任务 走吧 放行 怎么办 我现在就给市局领导打电话 绝不能让他们逃出市区 沙总 我们果然猜对了 远连号在医院设了埋伏 我估计 他会叫人来追我 咱们根本就不给他这机会 远连号在医院设了埋伏 我估计 好 好 谢谢 谢谢 局领导同意了 市局领导同意 加派警力增援我们 在郊区的各条道路上设路障 严查一些可力车辆和救护车 太好了 我现在就把断工和沙利文的资料传给市局 你快去吧 我去找救护车的情况 好 请等一下啊 李小 你别害怕啊 做手术 一点都不疼 你其实不会走开 军会一直在外边等你 等你醒过来 你睡上一觉 你再醒过来的时候啊 你的病就全好了 军会带你去 就是吃好多好吃的 而好多好玩的 好多好玩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阪 中文字幕——YK 所有的人我都发到出城堂上去设卡了 你查救护车的情况怎么样 沙利文进来那个时间段 所有的救护车都在外面 只有一辆救护车在里面待命 进来那辆救护车不是这家医院的救护车 上车说 好 救护车是偷来的 郊区县城有家医院报案说丢了一辆救护车 120的警察正在看监控录像 我可以肯定就是我们刚才看到那辆 顶多换了一个新的车牌 那个送进来的急救病人呢 病人倒是真的 还躺在急救室急救 市区也确实发生了一级车祸 120急救中心打电话到医院 要求派出救护车急救 可是医院管救护车的负责恩说 他们并没有接到这个电话 急诊室的医生倒是说 他们接到了一个120的急救电话 要送一个车祸的病人过 应该是端工进入了120的急救系统 冒充医院接了120的电话 又冒充120给急救室打了个电话 果真是像你说的 沙里温是有位而来的 你这边查到什么了 和你预料的一样 被端工输入的电脑病毒破坏了 今天医院所有的监控录像资料 全都给毁了 支队部的技术人员怎么回事 我之前都说过两遍了 怎么还上断工侵入了呢 哎 他们能力有限 断工这个人在这方面是高手 你们不是也在他手上吃了不少亏吗 有没有办法恢复了 我专门打电话给了支队的技术专家 他说没有办法恢复了 也就是说 我们根本没办法掌握 沙里温到底去不去个医院的证明 对啊 现在唯一的一条线索就是 有一个不愿留下姓名的献血人 看了电视后 给力响献了血 那没有 你家死不开头 刚才 要不是我拦着 你还是真想拘他啊 我那是吓唬吓唬他凭什么拘他啊 这死孩子就是死不开头的 这都是沙里温教的 沙里温也知道 我们没掌握李家和李强是他自己的正理 要不然早就把他们接走 他再狡猾 还是被我们抓住了尾巴 市局出动了这么多警力 再加上我们支队的力量 我看 他出不了市区 别太乐观了 向勇啊 快点开 出了市区咱们就脱身了 知道了 算了 绿洲地关是需要你的 离开 臭尺 帅 绿洲地关江 , 我们 停车停车 停 夏总 前面有路障 我看见了 跳投往回走 他们动作这么快 一定是查到救护车的线索 没关系 咱们绕路走 我就不信他在每个路口都设路障 走 是我 我知道了 谢谢你 你的情报很及时 刚才支队情报处说 他们刚得到一个情报 这沙利温曾经整过绒 难怪 我到沈城找到黎家附近的户籍照片 和他不像 情报上有没有说他什么时候整的绒 八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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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他在黎家出走之前就已经整容了 从时间上推断 应该是 也就是说沙利温整容之后 黎家还是见过他 黎家是认识沙利温的 你刚才还说黎家是个好女孩 他早和沙利温是一伙了 早和沙利温是一伙了 是他的车 冤家赌产 好啊 没关系 开阔 开阔 走 他不开始行动了 市区的警察已经把所有道路封锁了 咱们办啥座 好吧 咱们不走了 咱市区住一宿 明天早上起来看情况再说 啥种英明 咱们马上都要到海外去 逍遥自在了 在这最后时刻 千万不能摘到软零号的小子手里 赛总 要是明天警察的路障还在 我们就步行走过去 然后走一段路 再到公路上 顾出租车往前赶路 好 就是吧 不过这时候 我们找地方住一定有风险 放心吧 我已经租好房子了 跟你做事 就是放心 永远都有退路的 嗨 晓勇啊 嗨 到前面路口 转回市区 到时候怎么走 不告诉你 知道了 晓总 你能确认沙里文真的进了医院吗 已经查到他们偷旧物车的线索了 也查到了断工入侵了120系统 市局正会我们联合行动呢 在郊外的公路上排查过往车辆 好 随时联系 有事及时通报 好的 好的 好 詞曲 李宗盛 醒在午夜兩點時分 對著鏡子裡的自己疑問 太多的壓力與苦悶 卻還保有一個真摯的靈魂 不管命運造物弄人 不管時間無情的殘忍 若不是經歷了風雨 我又怎麼會笑著說 也許像我這樣的男人 沒有你想像中那樣溫分 當揮手一路的風箏 有些遺憾都成美的真存 也許像我這樣的男人 才能笑著背負所有的責任 那些愛是心底涌動的火焰 一旦被你觸碰 也會激動沸騰 我還以為誰呢 這大晚上呢在籃球架下邊靠著 你幹嘛呢也不睡覺啊 睡不著 快點走走啊 你這一個女孩大晚上的 瞎溜達多危險呀 你爸知道嗎 我在院子裡溜達有什麼危險的 你不是請了兩天假 你爸要陪女朋友出去玩嗎 怎麼還沒去啊 哼 別提了 本來是要去的 他弟弟突然病了住院了 我就說嘛 你遲早會被他拖累的 看你又來了 放心 我不會吃了你 我也不會跟他搶的 我對你沒興趣 我沒想到 寧朵朵對我就這麼輕輕地放下了 我承認 在那一剎那 我內心深處 是有那麼一點失落的 雖然我喜歡的人是離家 可被寧朵朵這樣的美女加才女 死缠爛打地追著 畢竟也是一種無上的榮耀 當然了 我也感到了輕鬆 我們倆又恢復到從前的狀態了 哎 月光 我要回家了 哎 那你爸呢 跟你一塊兒回家嗎 沒有啊 算了吧 我放棄了 哎呀 我覺得呀 可能是因為你媽太強了 你爸是不是在家特沒地位啊 這倒也是 在我們家啊 我媽排老大 我排老二 就我爸最沒地位 你看 這問題就出在這兒了 還跟你有關係 你們家你媽排老大 你爸才應該排老二 你排老三就對了 這才有利於家庭團結 哎 你得給你爸面子給他地位啊 哦 有道理 哎 那我 先回去睡了啊 你也早點回去吧 多冷啊晚上 哦 哎 你們幾個 不許出去了 趕快睡覺 明天早上還有事呢啊 是 喂 是我 什麼 嗯 沈總 沈總 出事了 出什麼事了 船長打來電話 他說致電派出所的警察 今天到沙樓村去查戶口 專門問了 最近有沒有陌生人來租渔船出海 還差一點登上他的船去檢查 幸好他不在 可是他嚇壞了 問我們明天能不能回去 如果明天中午之前 趕不回去 他就開著漁船出海打漁去了 租金全部退給我 這條船對咱們來說最合適 再說換新船咱們的時間也不夠啊 還不一定能找到 對呀 你跟他說 咱們把租金加倍 讓他等咱們 我跟他說了 願意增加租金 他說不是錢的問題 他怕警察回來找他麻煩 那倒也是 你說這個阮林河 他幹嘛要一直盯著我盯著我 盯著我女兒盯著我兒子盯著我們一家呢 我當初真應該一槍打死他 現在倒好讓他堵在市區了 明天根本就到不了沙樓村呢 沙總 其實我們冒個險 還有機會趕過去呢 怎麼冒險 就按我們中午說的方案辦 明天只要路障還在 我們就把車扔了 步行繞過去 再顧一輛出租車往前走 比較冒險的一段小路 是走三號或者四號小路 要步行通過 而且還有致電派出所的電子驗 那繞過去呢 繞開走也行 要多花一天半的時間 明天肯定來不及 都是他媽的這些電子驗 沒問題 電子驗我能搞定 我馬上讓他們變成瞎子 好 明天早上先出市區 走三號小路去沙羅村 你一定把那些他媽的電子眼給我弄瞎了 沒問題 夏總 進去休息吧 睡不著 你還有什麼顧慮 我在想岳峰的事兒啊 咱們今天去醫院 阮林浩搞了個天翻地覆 岳峰他能不知道嗎 萬一阮林浩把離家的事兒告訴了岳峰 咱們所有的計劃全他媽完蛋了 阮林浩暫時應該不會告訴岳峰的 因為我們已經把岳峰 栽贓成蒙菜的線人 不行 再栽贓了一次 把他栽贓成三個線人 這麼做 萬一阮林浩把他扣留起來 手錶怎麼拿回來 不會 我了解他們武警辦案的方式 沒有確鑿的證據 阮林浩他不可能這麼做 關鍵是要找對送情報的人 找誰來傳情報 找一個 雙面線人 就是在兩邊 把情報賣來賣去的人 你不是認識好幾個這樣的人嗎 對 找他們最好 葛林浩不敢不信 而且抓不到證據 我去找一個新上位的雙面線人 邊防局肯定不會懷疑他 讓他一口咬定 岳峰被咱們重金收買了 讓阮林浩神經緊張 他就不會把真相告訴岳峰了 只要咱們爭取兩天時間 手錶就一定搞得好 明白 兩天 睡覺 好 睡覺 好 醫生 手術很成功 理想脫離危險了 真的 謝謝你醫生 謝謝謝謝 不用謝 理想還有幾個小時才會醒 你休息一會兒吧 不用了不用了 我能看看他嗎 現在還不行 你等一會兒 謝謝醫生 好 好 我知道了 理想的手術做完了 很成功 好 楊麗文他們得逞了 現在就看咱們能不能抓住他們了 有沒有 辦公開圈的項目 我學校會 不可以 分明 这电脑你动过吗 怎么可能这电脑能乱动吗 我没跟你开玩笑 你动过吗 我真没动过 坏了 玉峰 到底出什么事了 有人入侵了咱们的监控网 要不是我刚才检求网络 可能还发现不了 而且这个人入侵的方式 非常巧妙 会不会又是那个段弓干了 很有可能是他 一般人没有这个技术 坏了坏了 有一组电子眼的参数 被他修改过了